2012中国最佳曲艺男女演员提名的有 郭德纲 著名的非著名相声演员 师从侯耀文 他是中国传统曲艺的一个偶然 颠覆了电视相声的惯性思维 谢谢各位啊 谢谢 谢谢 不许搞成个人专长 不敢当啊 跟着三姑一起领奖 我是非常的惶恐 实话实说 台下起身颁奖的郭老师 心中到底在想些什么 是这些年他被诋毁被质疑的声音 还是徒弟们观众们默默的支持 亦或者是咬牙前行的辛苦 但好在这一路的颠沛流离 总算是有了好的归宿 著名的非著名相声演员 就是对郭老师最大的认可 不仅是外界对郭老师的评价颇高 部分相声同行也十分认可 所以马派相声的传人 马之明老先生 能把代表马氏相声的醒目 亲手交给郭老师 虽说总有同行诋毁郭老师 但这并不影响 德云社在相声界的地位 不过既然是说到主流相声同行了 那就必须再听一遍 一位北京大妈中肯的意见 又直白又有道理的一番话 总算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买票经相声自然是土和开心 谁愿意花钱去买说教啊 心灵鸡汤的道理谁不懂 干嘛花那冤枉钱坐在剧场里听 再说了什么是三俗 德云社的相声就真的很俗吗 台上捧斗两人互相调侃 你占我一具便宜 我马上寻找机会找不回来 拿自己斗闷子 却能把台下观众逗笑 更何况听德云社相声 除了开心外还能学到不少知识 没有成功之前才华等于狗屎 只有成功才能证明你的一切 第一活着 四个说相声对着骂街 你把那三个人熬死了 你就是艺术家 是啊 你还这么解释 二十五死一个 三十一枪毙一个 四十二车祸死一个 就留你连句人话都不会说 只要活到九十 你就是艺术家 不胜你了 你说什么是什么 所以第一就是要活下去 这对 第二要忍着 忍着是怎么回事 小不忍则乱大谋 怎么叫忍 一时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凡事哈哈一笑 忍到最后 退潮了才知道谁没穿裤子 这嗨 这词用的 你不能坚持 你就不配成功 仅凭这一点 哪些所谓的主流能做到吗 面对主流的抨击和诋毁 一向快夜恩仇的郭老师 有怎么可能不反击回去呢 反三俗没有错 低俗 庸俗 没俗 应该反 关键是一帮很三俗的人来反三俗就可笑了 哎呀 那就何谈了反三俗呢 人与人之间要想诋毁对方最好的办法是从道德方面进攻 就这块下手 反三俗大会上我很感慨 看着好多同行激昂慷慨的样子 我特别想劝他们一句话 说的是 不要以勤工俭学的身份给我讲黑社会的故事 嗨 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左手一瓶酒 右手一只鸡 嘴里叼着烟 滋楼两口酒 啪嗒两口菜 扑扑两口烟 闷心思问你反三俗了吗 我别问了 就这三样就够我忙活的了 从内涵某位主流向上演员 到拿反三俗咋挂 郭老师的包袱是一个比一个大胆 但你还别说 在千尔大爱的配合下 郭老师的包袱效果好得不得了 不过圣哥最喜欢的一个包袱 还得是咖啡和大蒜的较量 雅育苏俗俞亚相辅相成 喝着咖啡就大蒜 秋水长天一色 有人说了 听交响乐高雅 那倒是 看相声就低死 听明星假唱 高雅 看网络原创 低死 看人体艺术 高雅 两口子讲黄色笑话 低死 喝咖啡 高雅 吃大蒜 低死 高尔基先生教导我们说 去你拿那个嘴儿吧 别看这只是郭老师的相声包袱 但仔细琢磨 每一句都十分有道理 您觉得德约社的相声三俗吗 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今天又是期待酒粮 来看我视频的一天 喜欢的话 点个关注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